今天啊 跟大家就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研究 然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相信就是在疫情当中越来越凸显的一个问题 其实和本身这个疫情本身没有关系 但是呢 和大家每一个人在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是回到家之后 由于被封闭在自己家里 然后呢 和自己的家长或者是和自己的长辈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和自己的家长 长辈去相处呢 然后 因为我自己本身啊 是研究老年发展心理学的 所以呢 在关于老年心理上呢 我们的 呃 所以呢 在关于老年心理的问题上呢 我们还是有不少研究的成果 希望呢 能够分享给大家的 然后再 然后呢 在开始讲我们的老年心理学或者说如何和长辈相处这个问题之前呢 呃 我们先看一看哈 今天我们可能主要从下面这三个呃角度 或者说三个呃 方面来进行一个探讨 我们说作为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呢 呃 我们最关注的其实啊 并不是把一个问题给说清楚 呃 我们说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呀 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问题本身之外 我们更关注的是 呃 这个行为 这个现象 它背后的原因 所以呀 我今天的内容啊 会先从 呃 人变老了之后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 甚至是生理上的改变讲起 而这些改变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认为的说 哎 老年人为什么这么烦人 或者或者说 哎 为什么我的父母相处上会 我和我的父母相处上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它背后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第一点会从呃 呃 变化 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开始讲 然后第二点呢 我们会去描述一些实际的现象 并且用我们在第一点当中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来给大家提醒 或者说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哎 这些行为它是怎么产生的 最后我们会落到 哎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或者说哎 我在和自己的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呢 可以怎么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啊 呃 我们可以看一看哈 我们主要会从第一个 老年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第二个 这些变化所引发的行为改变 最后 老年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以及我们年轻人到底该怎么办 这三个方面来呃 讲我们今天的内容 然后在讲今天内容之前啊 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然后这个呃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 呃 我呀 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啊 大家仔细地看 然后看完之后 你可以问一问自己 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天阿蜴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时候我把这段视频放给我的一些学生看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变老原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或者说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都不想变老了 好 那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这段视频呢 其实啊 每一个人或者说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我们都会有一种想法或者说会有一个愿望 什么样的渴望呢 叫做长生不老 记住 长生不老这个词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叫做长生 也就是你希望的是活得越久越好 第二部分叫做不老 也就是说你希望长生它是有一个限定的条件的 就是你不是像一个八九十岁的人那样永远活下去 而是你希望是一个不会衰老的状态那么永远的活下去 而无独有偶哈 除了我们中国有长生不老这句话之外 在英国他们也有类似的说法 这里有一段话是来自Jonas Swift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写格列佛游记的那位著名的英国的作家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 Every man desires to live long But no man would be old 一样的意思 长生不老 他希望呢 每一个人都希望长生 但是他不希望自己是以老的状态长生下去 其实不管是刚才那段视频带给你的感觉 还是我们说每一个人他的想法长生不老 这个想法其实都包含了一个 其实都包含了这样的一种对老年的恐惧 我觉得老年不好 老年人其实是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到底真相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我就先给大家来讲一讲 随着年龄的变大 对吧 变到比如说五六十岁 比方说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了 OK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生理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然后 要不这个就不要了 这段不要可以吗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PPT不要到时候把它剪掉 可以是吧 好 那我们下面就直接来看 叫做老年期 我们的心理可能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第一个变化 可能 第一个变化可能是来自我们视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比方说我们的眼睛的结构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比如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会变弱 我们对于明暗的这样的一种适应 会要花更长的时间去适应一个明暗的变化 或者明暗的对比的变化 同时 我们对颜色它的感受性也会下降 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说 老师 你讲这个眼睛的变化 那到底和比如说我们家的老年人 他的一些行为有什么关系呢 别急 下面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我相信是你们在所有的你们由自己长辈的叫做微信聊天群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些图片 这个图片啊 这张图片一看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老年人的专属的表情包 老年人专属的字体 它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个特点字体特别大 第二个特点它的明暗的对比特别强烈 第三个特点它的颜色特别的鲜艳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由于老年人他们的视觉系统的一些变化 平时我们年轻人偏爱的一些 比方说明暗对比比较弱的 灰色的 或者是小字体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是看不来的 他会觉得哎呦这个看不清楚 所以他们就喜欢这种特别sharp 特别特别变化差异特别大的 这样的一些字体 所以你要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老自己家的长辈 为什么他们愿意发 就是因为视觉系统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老年人 他的认知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产生下降 在这里这一幅PPT上的这个结果是来自在我们老年心理学界最著名的一个纵向的追踪研究 叫做Seattle Longitudinal Study 叫做西雅图它的纵向追踪 然后这个纵向追踪啊到今年已经70多年了 已经将近70年了 然后它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在美国的虾图开始的一项追踪研究 而且这个研究是每七年就会对之前参加过的被试有一次回访 它最关键的这个追踪研究 它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 我们的人它的认知功能会产生怎么样的一系列的变化 然后呢它们的结果我总结在这里了 就是说简单来说哈 从30岁到可能40岁或者50岁这个年龄段 我们的各项基本的认知功能 包括你的语言能力呀 包括你的数理推理的能力呀 包括你的空间的推理的能力呀等等 这些能力都会有一个上升 而你的顶峰一般就是在中年的四五十岁左右 好 过了这个顶峰之后 慢慢的各项能力就会呈现下滑 不过呢也不用特别担心 是说呀 这种下滑是先慢后快的 不是大概在50到60甚至65 70这个年龄段 它的下滑呢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下滑 但是一旦到了75岁甚至80岁以后 那这个下滑就会比较快了 不 无论如何哈 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说认知尤其是流体之力 它是呈现随着年龄60岁以后50岁以后 随着年龄缓步下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而伴随着认知的变化呀 随之而来的还有另外的一些变化 包括思维方式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认知或者思维 它可能分成两个非常呃 它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个叫做冷系统 一个叫做热系统 所谓的冷系统啊 它是analytic 也就是分析性的思维 它更靠的是我们的认知功能 我们要调分履息的去对一些知识啊 或者说对一些问题来进行升加工 而另外一个系统被称为热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经验或者称为情绪系统 而这个系统它靠的是什么呢 它靠的就是我们之前的生活经验来帮忙 或者说根据我自己的情绪的感受 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加工 来解决问题 而老年人我们刚才说了哈 他的认知功能到过了50岁之后就是下降的 因此慢慢慢慢的他的思维也就会变得不那么的像年轻人那么依靠理性的决策了 而是跟依靠我第一感觉是怎么 或者说我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我之前碰到过的有经验 我的经验会去指导我的一些行为 因此我会把它用一个总结来说哈 就老年他思维可能就是一个变得更加简单粗暴了 我怎么想的或者说我的感觉怎么样 我就怎么去做一些决策 然后呢 刚才说了那么多 好像大家都觉得老话确实和我想的一样特别不好 我的认知也变差了 我的身体可能也不如年轻时候好了 甚至是我的思维都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理性了 我感觉很不好 但是在我们的老年心理学的研究中 但是在我们的老年心理学的研究中 我们恰恰又发现了一个和我们普通人的 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老年的 比如说年轻人 我们的感觉相矛盾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发现老年人 如果你去问他 比如说我们心理学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你去找一堆从18岁到85岁甚至90岁的人 你去问他说你幸福吗 让他从1到10来打分 一分代表特别不幸福 十分代表我特别特别幸福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老年人恰恰是那批啊 他们的主观报告的 他的幸福感特别高的那样的一个群体 而主观幸福感特别低的 恰恰是中年人 而这个现象在我们老年心理学中呢 也被称为叫做老化悖论 Paradox of aging 好在这个在我给大家看的PPT上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图案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U型的曲线 从年轻开始 18岁这批18到21岁的这批人 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大概平均分在6.8分左右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们经历了我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对吧慢慢的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下降降 非常低到了6.2分 接着随着年龄的再次的增加 比如说50岁开始 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又开始逐渐提升了 一直提升到老年期的7分左右 这个现象在我们老年心理学当中称为老化悖论 而老年心理学家们就开始 试图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老化悖论 而在解释老化悖论的这些理论当中呢 最著名的一个理论被称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所谓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他提出来说 为什么我们老年人会随着他的认知功能的下降 他的身体健康的下降 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不 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不降反升呢 他提到了 可能啊 那这就是由于老年人他的目标的改变所导致的 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 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在生活当中他的目标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年轻人他的目标呢 我们认为一般都是叫做未来导向的目标 所谓未来导向的目标啊 指的就是他们会给自己所谓未来导向的目标 也就是说呢 年轻人他们会利用现在的自己的行为对未来投资 举个例子来说吧 年轻人最喜欢做的 学习 或者是我们去交一些新的朋友 去有一些职场上的发展 而无论是学习 无论是交新的朋友 其实都是在为你的未来做准备 学习是为了你未来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 而交朋友 交新的朋友 那可能是为你的未来可能有一个 而交新的朋友 是为了你未来可能结婚生子啊 或者说未来可能这些朋友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生活上可能给予你一些帮助 而这些其实都是未来导向的目标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 慢慢到了老年期 你的未来导向的目标就会比较弱了 因为你觉得年纪这么大了 可能我的未来也已经是比较有限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的目标就变成了叫做情绪导向的 或者叫做积极情绪导向的 他希望的是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情绪 能够活在当下 使我立刻就能感到幸福 因此他们的目标就会转为 因此他们的目标就可能就转成了说 我现在不是去交新的朋友了 而是说我去维系我已有的朋友 我去维系我的家庭的关系 我和我的儿子 我和我的孙子女们 对吧 共享天伦之乐 这样一系列的目标 而当目标变化了 他们的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老年人最典型的哈 我们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老化悖论呢 就是因为他们为了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积极情绪相关的目标 他们会更多的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的策略 从而出现一个叫做积极效应这样的一个现象 积极效应这个现象呢 从理论上来说 或者说从定义上来说 它指的是年轻人 他对于无论是积极的信息还是消极的信息 都会注意的很好 都会有更好的记忆 但是随着一个人他年龄的增加 比如说进入老年期之后 他们对积极信息的记忆会逐渐的加强 而对消极信息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注意会逐渐减少 这种对情绪信息的注意或者记忆随年龄变化的发展趋势 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的积极效应 积极效应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非常多的体现 比方说他可以体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就像刚才说的 年轻人他会记住积极的和消极的信息 同样记住同样多的 就比方说年轻人 他们会记住同样多的积极和消极的信息 而老年人他更多的会记住一些积极的信息 在注意上年轻人他会更多的关注一些消极的东西 而老年人他会更多的关注一个刺激当中积极的部分 同时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当中 老年人他会更关注那些能够带给他们积极感受的这样的一段伙伴关系 比方说家庭关系 比方说亲密的朋友关系等等 这里呢我们 这里啊我举一些例子可能大家就会了解了 然后说在这个图片上呢我们说这是一个记忆的 就曾经对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进行的一项记忆的测试 然后呢研究者把图片呀封成了三大类 一类是一类叫做积极的图片 第二类呢是一些消极的图片 第三类是一些中性的图片 然后他先让这些背试来观看这些图片 看完了之后给他们一个记忆的测试 让他们去回忆哈 刚才哪些图片是出现过的 那些图片是没有出现过的 结果你会发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他们对于积极的图片和消极的图片 记忆都是比较不错的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老年人这一组 他们首先整体上他们 首先整体上他们图片的记忆的效果 都是不那么好的 但是虽然他们整体的记忆效果变差了 但是啊他们积极 但是他们对于积极图片的记忆效果是 relatively更好的 或者说relatively stable compare with younger and middle aged adults 也就是说他们和年轻人和中年人相比 他们积极图片的记忆效果是差不多的 OK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情绪记忆当中的 积极效应了 好这个呢也是在记忆当中哈 我们的叫做自传体记忆也会出现类似的叫做 呃 这个也是哈 在我们的自传体记忆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叫做积极效应的现象 好再回到我刚才说的社会关系的角度上 这个社会关系啊 我们呢会用一个叫做护航模型来对 我们呢会用一个叫做社会的护航模型 Social Convoy这样的一个模型啊 来测量个体他们的一些社会关系 然后在这个护航模型当中呢 它是由四个圈组成的 然后最中间的那个圈是叫做我 也就是你自己 接着一共外头又有三个圈 被试要做的事情 呃你们在听讲座的时候啊 其实也可以自己试着哈 去做一做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呢 你们在看到这个三个圈之后 把你认为的 可以称得上是你朋友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姓名 填到这三个圈当中 那三个圈呢 就是最内圈 填入的是 你觉得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那些人 可以是你的男女朋友 可以是你的父母 甚至是你的子女 那些都可以 而中间圈呢 是那些你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呢 又没有达到说不可或缺程度的那些朋友 最后最外圈的填入的是 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啊 可以算得上是你朋友的 但是重要性是比内圈和中间圈要低得多的那样的一批人 OK 接下来 如果我们要去分析所谓的积极效应的话 我们就是简单的做一个加法 做什么加法呢 就是数一数你在那一圈一共命名了多少个人 而这批人就被称为你的emotionally close social partners 也就是叫做情绪 也就是叫做亲密的伙伴 好 接下来把中间圈的人数和外圈的人数做一个相加 这批人被称为 peripheral partner 也是普通朋友 结果你会发现 我们呀随着年龄的变化 一般来说 peripheral partner 也就是你的普通的朋友 会变得越来越少 而你的一些亲密的伙伴 会随着年龄 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甚至还会有一些提升 甚至还会有一些提升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积极效应 在社会关系当中的体现了 因为对一个个体来说 亲密的伙伴是带给他们 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感受的那样的一批人 好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首先哈 就是把随着年龄的变化 我们的老年人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些生理的 心理的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要记住哈 它就成为了我们在后面去描述一些 在大家看来哈 老年人很烦人 或者说跟自己家的长辈出不来 或者甚至是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些感觉 这样的一些感觉 它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讲的是 我们年轻人看不惯老年人 或者冲突的这些烦人现象 它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句话 我们说 叫做 年轻人非常看不惯老年人的 你看看 每天你们在群里 都是散播一些谣言 而且好多东西我都给你们辟谣了 都辟谣了 为什么你们还不信 这个保健品说 你不知道喝白开水的99种好处 或者说 不知道吃大蒜 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益处 或者 有些同学就说了 我家长就被被人骗着 买了什么天价的保健品 要买了一下买了几万块钱 这个什么天价的这样的一些什么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玉石枕这些 买了几万块钱 那到底我都告诉他不能买了 为什么还会信呢 好 那下面我就来结合 刚才我们讲到的 他的一些心理或者生理的变化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好 现在我们首先还是说哈 第一个是表情文字的运用 也就是可能你们在和老年人的交流当中 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你们还是用的是年轻人 他比较习惯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 包括你们就是在聊天当中 你们字体的使用 可能都是老年人不一定能够认可的 这样一些字体 因此老年人不听你的 可是因此老年人不听你的 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如果你每次你发的文字 都是他们喜欢看的 能够吸引他们注意的那些 对比度特别强的 或者说那个字体特别大的这些 我相信他们是愿意看的 第二个 当然这个呢 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哈 第二个 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年轻人 年轻人和老年人 你们可能在相互的对对方的劝说的过程当中 你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互相不能够说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方说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当中哈 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当中 我们有一个说服的路径 然后在这个说服的路径当中啊 你说一般来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服的路径 一种说服的路径呢被称为中心路径 而这个路径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用的 所谓的中心路径 他指的就是他 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愿意 所谓的中心路径指的就是 我们啊 会采用罗列一系列的数据 或者说科学知识 科学信息的方法 去对人进行说服 试图去改变他的态度 或者说改变他的行为 举例来说 我们会说 老年人告诉你了 你知道白开水和白开水有这么这么这么多好处 年轻人就会说 其实开水嘛 它的成分也不过就是 对吧 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 然后呢 你煮开了 也只不过是说它的温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它并没有我们每天必须的什么蛋白质啊 并没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你多喝开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说你 你就说它有这样那样的 好像好像神 好像圣水神水一样的好处 那是夸大其词的 因此你就会跟老年人去白吃 对不对 但是老年人 他不会被这些说服的 老年人他往往会更愿意听的 或者说我们劝说老年人更愿意用的是一个叫做外周路径 或者叫做边缘路径 所谓的边缘路径啊 它指的就是 我不再给你说举科学事实 或者说举科学的信息这样的方法 而是说我给你用的是举例子的方法 而且一定是给你举的是身边人的例子 什么样身边人的例子呢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会有一个叫做family oriented 也就是举一些和家人相关的 老年人你看啊 老年人在转发一些 我们看来是谣言 或者说在转发一些信息的时候 往往都会带上一个 为了自己的家人的健康 转发这条信息 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转发这条信息 你的家人会怎么怎么样 对于这样的一个信息 老年人是特别买上的 为什么 因为刚才说了 老年人特别看重的就是情绪 叫做 因为刚才说了 老年人特别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社会关系 谁亲密啊 家人啊 亲戚啊 朋友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当你试图劝说老年人的时候 你要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话 更好的就是用边缘路径 就告诉他 你知道吗 我们的亲戚谁谁谁 做了一件什么事之后 你看他现在特别幸福 或者说你看啊 这件事 你看他吃了一个 你之前买的那个什么保健品 那个三无产品 你看他吃了之后生病了 然后花了好多好多钱 然后还住院了 这个时候对他的处 这个时候对他的说服效果是更好的 第三 我们说老年人他是特别买情绪的账 就像我刚才说的哈 就是老年人他对于积极的情绪 或者说他对于情绪啊 是可以左右老年人的决策的过程的 因为他们的冷系统已经比较弱了 而他们的热系统是很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啊 另外的我们劝说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叫做一些积极的情绪 或者说把一些高级的叫做high arousal 叫做高唤起的一些情绪 震惊啊 什么那个不看不行啊 然后多用感叹号啊 这样的一些方法 给老年人在说的时候做一个发语词 哎 对老年人劝说的效果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什么太可怕了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同时 嗯 认知能力 老年人他的认知能力的下降啊 对于老年人 对于老年人听性谣言 或者说不听你的劝 也是火上浇游的一个现象 也是火上浇游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啊 我们可能在就是每一个人 他不可避免的都会上当 都会受骗 但是我们年轻人 因为我们的认知 还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实时的我们去更新 对一个人的评价 对一个人的判断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这个人他上次骗我 哎我还记得 所以下次我就不跟他打交道 或者说我少跟他打交道 就不给他骗我的机会了 而老年人他不行 他的记忆 就好像我们说鱼的记忆一样 也就是说七秒 可能他在七秒之前还记得这个人骗我了 但是七秒之后完全忘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年人也是一样 他会说 上次这个人骗我了 但是过几天之后 这个人又来了 他上次骗我的这件事 老年人不记得了 所以他还一样会上当 会受骗 然后有一个研究 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研究 他们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给年轻人和老年人去让他们去做一个叫做投资的游戏 然后在这些投资的游戏当中呢 他会分成一个叫做好的投资经理和一个坏的投资经理 然后这个好的投资经理和一个坏的投资经理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面孔 就是都告诉他 这个人是可能会跟你玩一个投资的游戏 然后他是一共玩了四轮 然后这些人呢 有可能会骗他 也有可能不骗他 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行为都是很固定的 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投资经理 就是说意思 他每一次你投资了 他都会给你一个丰厚的回报 而另外的一个人 他你投资了可能都会导致你会有一个损失 或者就是你上当受骗了 结果会发现哈 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第一次玩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倾向 就倾向于认为一些长得面目比较和善的这样的一些人 这样的一些投资经理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投资经理 他们愿意给他投资 但是随着时间 也就是逐渐他每一轮玩过四轮投资游戏之后 他会发现年轻人 他会根据 他以后就不再根据这个人长得面目和善 来作为他判断是否投资的一个标准吧 他会根据说这个人上一轮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 而相反老年人他是什么样的行为呢 他的行为就是我每一次我都记不住 他上一轮到底骗我了还是没有骗我 他能够记住的就是这个人看着脸好像比较可信 因此我每一轮我都愿意投资给这样的面目可信的投资经理 你想想是不是很可怕 就说只要长了一张比较不错的脸 老年人就更愿意给你投资 而这个也是为什么就很多的老年人他容易上当受骗 就这些骗子其实他是 第一他可能是来更多的是 第一这些骗子他第一他可能更多的 他是表现出自己很有善的一面 第二他会抓住老年人的family orientation 对吧他的家庭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你看有些骗子他直接就管老年人叫妈叫爸爸 这些都是让老年人对他放松警惕的步骤 而一旦老年人放松警惕了觉得这个人是可靠的之后 他已经不再关注这个人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了 但是第一个叫做都辟谣了为什么你还信 而现在随着我们的一个叫做新冠肺炎的爆发 我们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样新的问题呢 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国家都说了要戴口罩 为什么你就不信呢 你还去信那些谣言 但是你就不信这些科学呢 就是国家都辟谣了 国家都说了 专家都说了 为什么你还信 就好像在这个图上面说的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把这个问题描述的非常非常严重了 老年人好像就不买账 就觉得没事啊 然后呢就是不戴口罩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呀又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思维方式啊 或者情绪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差异上 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还是 第一个是说现在我们 有时候在主流的媒体上或者新闻当中 我们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危害性啊或者严重性 我们总是采用的是中心路径 什么中心路径呢 每天我会去 什么叫中心路径啊 就是说每天我们会去报告说 哎 今天全国或者各地对吧 新发生了多少起这样的一个肺炎 其中有多少是重症的 有多少呢 治愈了 有死亡了 有多少 这个年轻人他作为一个就是认知能力还在线的这样的群体啊 他没有问题 他会觉得 我分析一下 看来 每天增加还有一两千人 对吧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严重的 所以我还是戴上口罩吧 同时他会根据中南山院士经常说 这个我们要清洗手 我们要去做一些那个个人的防护 因为他的传染性可能还是蛮强的 这是年轻人他的思路 他是能够做生家工的 而老年人他不行 他不能够做生家工 他更多的是基于自己之前的经验 他更多的是基于情绪 而这个中性情绪是引不起他们的注意的 他们甚至会出现一个在心理学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叫做乐观偏差 optimistic bias 什么叫optimistic bias 乐观偏差 他指的就是啊 当我们去判断一件事尤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低估这件事发生的概率 而这个现象在老年人身上是更常见的 他们会基于自己的经验 他会觉得 你看在03年飞脸的时候 我都没事 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其实我也肯定没事 这是他们可能会有的 同时他们也会根据 叫做已有的 他的叫做 他自己已有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 他会说 你看啊 你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你看他们都不戴口罩 他们也没有好像传染肺炎啊 好 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乐观偏差之后 他们的行为就比较固定 就会说 没事我不会去戴口罩的 你怎么劝都不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真的要去劝说老年人说 你要戴口罩 这个时候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不要用 不要用我们的中心路径 而要采用的是边缘路径 来 举一个身边人的例子 你知道吧 我们周围的一个朋友 他们家的一个老人 就是因为不戴口罩 然后传染了 不但他自己传染了 还把自己全家都传染了 这种时候 往往对说服老年人 会收到非常不错的效果 同时哈 对不起 那个我继续这边讲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刚才提到的老年人 他对于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点 老年人他对于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看重 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其实我们在说服的时候 还可以 除了边缘路径之外 还可以 填油加醋的加上 这个感染肺炎哈 可能会对老年人 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 比如说自己的孙子 孙子女 对吧 会有意想不到的危害 然后这个劝述的效果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其实老年人啊 我相信现在随着大家 已经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一个疫情 现在老年人基本上 不戴口罩这个问题呢 可能多多少少已经解决了 下面啊 随着大家闷在家里的时间 越来越长之后啊 现在大家和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父母的矛盾 已经由劝说他们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转化为了 我父母怎么看我都不顺眼 或者说我在家里 我说什么好像我妈都要怼我 或者说我妈就爱给我瞎操心 这样的一系列的生活观念 生活方式上的冲突了 下面我们再来提第三点 就为啥我妈都爱瞎操心 我妈就爱操心说 哎呀你作业写完了没有 或者说哎呀你你现在你你你不好好学习 你自己那个那个以后找工作怎么办啊 这些问题啊 就是啊我我我其实我都告诉他 哎你就别管了我我自己工作 我会解决的 或者说哎你就别管了 我我的我的学习我自己操心就行了 但是不行啊 就是很多人普遍就会说 为啥我都说了让他别管了 很多事我自己能能解决 为啥他就是问个不停呢 有没有办法让我的父母闭嘴呢 好吧那这个问题呢 我先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 叫做没有办法 这是老年人的天性决定的 或者说他的一些心理的特点决定的 而这个心理的特点是什么呢 叫做A sense of being needed 叫做被需求的需求 这个被需求的需求可能是刚才哈 就是关于他心理变化当中 我们没有讲过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讲一讲 什么叫被需求的需求呢 我相信这个现象啊 在如果你们家哈 有刚退休的家长 这个现象是特别显著的 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尤其是你的父亲 如果刚退休 你会发现他好像一刻都闲不住 尤其是不工作了之后啊 一刻都闲不住 有一种白爪挠心的感觉 就不管点事他就受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因为一个人从他开始工作 在工作当中他会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会觉得啊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因为你看在工作单位 大家都需要我 我可以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多时机的问题 一旦不工作了 这个时候他会很失落 他会觉得哎呀 我没人来像以前那样啊 没人来求我办事了 没人来找我了 我感觉我的价值一下子就没了 而且你看我们的孩子啊 什么事都不要我管了 然后就感觉 就是我自己都感觉我是一个废人了 这种情况 其实这个在我们老年心理学当中 被称为一个退休后一个适应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叫做被需求的需求没有了 好这个时候 所以你的父母为什么一定要管着你 就是他要通过管你 或者说通过跟你问这问那 来问你啊 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或者说哎 你的学习怎么样了 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达到一个就是说他还有价值的 其实我还是能够帮你去解决一些问题的 或者说我在这个家里面 我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同时问这问那 除了和被需求的需求相关之外 还和老年人普遍存在的一个叫做传承动机 也是密切相关的 所谓的传承动机啊 他之所以对老年来说很重要 就是因为他对老年来说呀 是可以对抗他的死亡焦虑的 我们说每一个人 其实他都会面临一个叫做final destination 这个final destination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最终的终点是什么呢 就是死亡 老年人他可能是比年轻人更接近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终点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总是会有相应的叫做死亡焦虑的 而这种死亡焦虑啊 不同的个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对抗 其中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对抗的方式 就是要通过传承来达到精神不灭 所以我说到这里呢 可能就是说的有一点点抽象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可能知道了 比如说在远古哈 我重说一下 我重说一下 比方说啊 我举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进化心理学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哈 我们人类一个原动力是pass down 是传递我们的基因 而在传递基因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知道哈 我们大概到了四五十岁或者说六十岁以后 进入老年期之后 其实你是就传递基因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低了 甚至女性是绝对不可能再去传递自己的基因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允许 或者说我们还是觉得老年人是那么重要的呢 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进化心理学的时候 我就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既然我们年轻人才能传递基因 那老年人在尤其是原始社会 远古时代 老年人他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我们 然后当时给我们讲进化心理学的老师 就告诉我 说 其实啊 我们的老年人 他可能不能保证自己的基因能够重复传递了 但是他可以保证的是 族群的基因可以成功地传递 通过他们的生活经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有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 他们的居民 年轻人总是出海打鱼的 而老年人 他的工作不是出海打鱼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精神力气去完成这么样的一个工作了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们的工作是 负责看天气 利用他们的经验去告诉年轻人 明天你可以出海 因为 明天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可能会有很多的收获 而 当他有一天 看完这个天气之后 告诉年轻人 明天千万不能出海 因为 我夜观星象 明天他可能会有暴风雨 你要出去了 可能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 年轻人 没有了 第二 我们可能会饿死 所以 这样的话 我们的种群可能就灭亡了 因此 老年人 他的存在 是利用自己的经验 保证自己族群的繁衍 好 这个 好了 说到这里 其实再回到我们的传承动机 其实他通过传承 是达到的是 精神的不灭 达到的是族群 或者是自己的 下一代的 继续能够把自己的基因 呃 传递下去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就 难免 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灌输 呃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 呃 呃生活的经验就是 在你小时候 你的爷爷或者奶奶 会抱着你 给你讲 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啊 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可能是他们小时候 听自己的爷爷奶奶 讲来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为什么 就是说 这些口耳相传的一些知识 在 我们过去哈 还没有电脑 还没有纸笔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种 叫做文化的传承 而这种文化的传承 帮助我们 达到的是一个 叫做精神的不灭 可能还是有点抽象 啊 你们看过 呃 可能还是有点抽象啊 不知道你们看过 这样的一个动画片叫做 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叫做寻梦环游记 在寻梦环游记里面 他们有一个情节 或者有一个桥段 非常明显的 或者说非常有代表性的 点出了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个主题 什么样的一个桥段呢 叫做 呃 小朋友啊 去到了呃 那个 灵魂的世界之后 他说啊 原来灵魂也会消失的 什么情况下灵魂才会消失呢 是说 当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 再能够记起你的时候 当在另外的那个世界 没有人能够记起你的时候 你的灵魂也消失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 没有达到永生 而什么时候你能永生呢 就是说 到所有人都能记住你的时候 你是永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 用来对抗死亡焦虑的 用传承的方式 去对抗死亡焦虑的 这样的一种 用传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对抗死亡焦虑 而老年人是特别喜欢用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老年人 他传承 他可以传承的是自己的文化 他也可以传承的是 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 那也可以给你一笔很丰厚的遗产 这也是传承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总是会透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来达到传承的目的 这些行为可能在你看来 在你不了解的时候 在你看来 可能是很烦人的 比如说 这个故事以前小时候都给我讲过了 为什么还讲 其实他是想一遍一遍的达到传承的动机 或者说这个问题你都已经问过了 为什么还要问 他是要不断的强化自己 对你来说 他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当然了 亲密关系对老年的重要性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更愿意给你讲 而不是给别人讲 或者说 为什么我们说老年人特别关注是你的存在 而不是别人的存在 就是因为他对亲密关系 他不在乎你 过年的时候我给你多少钱了 我给你多少孝顺了 他要求的是你给他多少陪伴 而这个可能恰恰是年轻人 现在是达不到的 好 那最后我们结合刚才所讲的 第一个是变化 第二个是变化背后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那我们作为一个晚辈 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在我们讲怎么办之前 我们还是来看这样的一个 这是中国 从50年代 上个世纪50年代 开始一直到 就是2050年 这样的一个人口的金字塔 当然就是2020年以后的这些是他预计的 从这个人口金字塔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变化 老年人他在这个社会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而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提高啊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而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提高 其实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说 其实啊 当你 这样的一个老年人比例的提高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 是什么呢 是说 如果你不了解老年人 可能以后代际的冲突 代际的矛盾会越来越多 其实老年人和小朋友 他们有非常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 这里我们看到两幅手的照片 右边这个 你能明显的看到 这是一个老年人的手 而左边这张 它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手 这两幅图 其实从它的皱纹的程度上来说 它们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我举这个图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老年人和小孩是差不多的 而如果你能够给小孩足够多的耐心 因为你会发现 其实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老年人的这种种的现象 在小孩身上也会存在 如果你能够给自己的孩子足够多的耐心 为什么你不能够给自己家的老人足够的耐心呢 所以老小孩老小孩是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比如说小孩他也会缠着你问这问那 他也会缠着你把所有的故事不断重复的给他讲 你都会很有耐心 那为什么老年人给你说一句话给你问一个问题 你就那么不耐烦呢 那我们再回到具体怎么做 也就是 其实我想提的是两件事情 因为刚才啊 关于上当受骗 关于他 怎么去劝说他 我已经提了足够多的东西了 我还想多提两点的是 一个是叫做待机的理解 第二个是有效的沟通 所以待机的理解啊 还是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问题 为什么能够给小孩足够多的耐心 而不能给老年人足够多的耐心呢 一点 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是从小孩过来的 他可能他知道小孩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小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他会知道小孩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所以他需要不断的重复 或者说因为小孩他认知能力比较差 所以呢我要不断的用更简洁的语言给他讲 或者说因为小孩他不能够像我们的成年人 有那么强的理性的思维的能力 所以我要给他摆事实讲道理举例子 对不对 而对老年人 因为你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在我讲之前 你可能对老年人的这些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呀 心理上的变化 可能你并不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会觉得 老年人这些都是无理取闹 因为你是先入为主的站在自己的理解 或者说从自己的视角去理解老年人 你觉得老年人应该和我是一样的 但其实当你知道了 老年人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你了解了这些烦人的行为背后的原因之后 可能你自己的焦虑感会消失 可能你自己啊 就已经找到了 给自己的父母 给自己的长辈 找到了一个好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 可能已经解决了你们冲突的一大半 第二点叫做有效的沟通 什么叫有效的沟通呢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老年人在沟通的时候啊 你怎么讲都讲不通道理 这一点其实也和小朋友有点类似 有的时候 小朋友这个脾气一上来 你发现怎么跟他说都不行 那这种情况下 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 就跟对待小孩一样 做一个冷处理 什么叫冷处理呢 就不给他立刻的回应 等他情绪平复了之后 再跟他用 比如说边缘路径的方式 进行沟通 那具体怎么做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 或者说我常用的 清测有效的 在家里跟我妈 跟我妈比较常用的 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 什么叫虚心接受 又坚决不改呢 就是说呀 有的时候 可能 他跟你去唠叨 让你做这做那 或者说你今天怎么又起床这么晚啊 或者说你今天怎么作业又写得这么慢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 是就是要管着你 就要你立刻完成这件事 很可能他想说的是 我很关心你 我很关心你 你一定要听我的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必要去跟他硬碰硬说 我明明起的不晚 或者说我作业明明做好了 我现在就是想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都不行吗 这个时候 那可能就活上交友了 对吧 就说你现在跟我什么态度 记住啊 跟老年人态度是第一位的 而不是你的行为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有了这个行为之后 老年人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已经忘了 他已经忘了跟你说过 之前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要求了 所以呢 第一 要满足的是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 你要虚心的跟他说 好好好 您说的都对 我已经知道 我这个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 我下次一定改正 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 当你表现出这样的一个 虚心接受的态度之后 你会发现 老年人 他的态度也好多了 好 甚至会如字可教 非常不错 下次注意 你看 当你们的态度和缓了之后 你发现其他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而坚决不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发现这个是 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那 你还是遵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来做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两点 第一点是 说不定下次 他已经不记得 他曾经跟你提过这个要求了 所以呢 你改不改的 他下次还会再说的 无所谓 然后第二点是说 说不定 当你 你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终于说一下 第二点 第二点 是说 其实 当你发现 你改了之后 他说不定下次 又会给你在别的地方去挑出一些问题了 因此你发现 我改了白改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感觉特别不好 所以说干脆就是 你把态度表现出来 然后行为上 改不改的 其实无所谓 无所谓 这是第二个 就是说叫做 有效沟通的方法 叫做 给他一个叫做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就是 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 在有效沟通当中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就是 你一定要抓住 老年人 他最核心的 最根本的需求 就是 你不要把他的需求给理解错了 因为有的时候啊 就老年人 他可能只是想通过跟你去发个脾气 或者说跟你去说叫一下 来达成另外的一个目标 举个例子吧 曾经有人跟我提问哈 就问我说 我妈妈呀 特别迷信那个 不说中英 我曾经啊 有一个人就跟我去咨询 说 我妈妈呀 就特别去迷信那个针灸 而且这个针灸啊 他自己请别人到家里来给自己炸 然后呢 也不说也不说针灸吧 我说一个别的 重新举个例子 回到被别人说我黑中医就不好了 曾经啊 有人就是向我提问 就问说 我妈妈呀 她特别喜欢啊 听信别人的一些偏方 说那个什么吃大蒜水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我就特别不信 她呀还每次要煮给我吃 然后这种情况下 哎我都跟她闹了好多矛盾了 她这种情况下 你说 我怎么去改变她的目标呢 然后 我当时就说了 其实啊 如果你跟她硬碰硬的说 你想要去改变她吃大蒜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可能啊 会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这样的一个下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的目标和你母亲的目标 她是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或者层次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如果你把你你的目标是什么 是说你改变你妈妈的习惯 而你母亲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说她要提高自己的健康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无效的沟通 你要真正去有效的沟通 你要首先去遵循她的目标 来满足她的需求 怎么样满足她的需求 告诉她哈 告诉她哈 我知道了你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而在关注自己健康是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喝大蒜水呢 可能对于健康呀 并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而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知道另外的一些偏方 也可以提高你的健康的水平 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 你们就向着同一个目标去迈进了 而不是说 你向着劝说你妈妈不要喝大蒜水 而你妈妈向着我要健康 两个方向去行进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有效沟通得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去了解她的目标 怎么去了解她的目标 一样的 第一 做到有效的陪伴 多陪伴之后 她愿意跟你说了 你就会更了解她了 第二 多了解一些基础的老年心理学的知识 可能对于你去了解老年人的目标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了 最后啊 我想再加一点 就是在我们老年心理学当中 我一般来说 我都会告诉同学们的一个点 叫做什么呢 你要善待老人 因为你如何看待或者说对待老人也意味着 你如何对待或者看待老人也意味着你如何看待未来的你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说在 嗯 老年当中啊 我们说有一个叫做老年骑士 就包括我在一开头给大家看的那些片子 包括你说到的长生不老这个概念 他都是说我们不希望变老 因为我们怀着对老年人的一些消极的认知 我们会觉得变老特别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一种对老年人的消极的看法 所演变的叫做老年骑士啊 或者说消极的老化态度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 因为一个人他是会变老的 我们说在社会心理学当中 有三种骑士是非常常见的 第一种叫做种族骑士 第二种叫做性别骑士 第三种叫做年龄骑士 而性别骑士或者是种族骑士 它和年龄骑士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 什么样本质上的差异呢 性别和种族它是一个不变的量 你是男性你不会变成女性 你是汉族你不会变成维吾尔族 但是年龄它是一个可变的量 现在你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那再过三四十年 你也变成老年人了 所以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你会骑士老年人 而你骑士的恰恰可能变成未来的自己 而这样的一种骑士 我不说别的 对你的生理心理甚至寿命 都会有非常消极的影响 我举个例子 这是在Bekka 这是在GPSP 就是心理学的一个非常好的期刊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 作者是Bekka Levy 它利用的是一项追踪了三十年的纵向的数据 来进行的一个研究 然后这个研究 它就是在最开始追踪的时候 对一批中老年的辈士 问了一个问题 问了一个什么呢 你觉得变老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不好的事 也就是问了一下他们自我感知的这样的一个老化的态度 然后他把作者基于这些被试的回答 把被试分成了两批人 一批是积极的自我老化态度的那批 第二批呢 是消极的自我老化的那批人 然后追踪一下他们的寿命 结果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什么样的现象呢 是说那些持有消极的老化态度的被试呢 他们大概在这个追踪开始之后的15年 就pass away了 就死了 有50%的被试 我说错了 就是说在那批持有消极的自我老化态度的那批被试 大概在追踪开始后的15年 就有一半的被试pass away了 而那批持有比较积极的老化态度的被试 他们在追踪开始后的22.6年 才大概有50%的被试pass away 你看啊 就是说这个中间出现了一个7.6年的差距 这个差距其实是说你说你的保健品 哪一个保健品能保证说你多活7.6年 但是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心理的力量 或者说你自我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老化态度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更长的寿命 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那句话 你如何对待老年人 也就意味着你如何对待未来的自己 也就意味着你可能有不一样的生理心理甚至是 也就意味着你可能有不一样的生理心理健康甚至是寿命 好了 那我要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Here we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